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巨马爷是假侠 是 是 我 我跟梅三少约定好了 只要我不说她装下 她就不揭穿我 贾郡主的身份 什么 什么 她连你是贾郡主她都知道 不是吧 不 不过太尊重沉默 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她就这么放过我们了 怎么都不跟我们说呢 万一梅三少她反悔怎么办 不会的 我跟她还 还签了个契约呢 契约 我明白了 也许是梅府也不希望 把郡主失踪的消息 透露出去 所以 郡马爷也不想声张 才给你做了约定 现在咱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郡主救回来 对 你们想到办法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我打听过了 被抓的小宝爷 是青龙寨的三当家 也是南八天的义子 所以 只要我们救出小宝爷 用他来交换郡主 我们就可以救出来了 这个主要 我就利用郡主的身份 进入大牢 然后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 劫出小宝爷 到时候跟他们交换 郡主一定能救出来 没错 小婉子 这次就全都靠你了 你们放心 明天我就进入大牢 打探情况 郡主 请 谢谢你昨晚救我 不需要谢 听说你上次 被关了三个月 要不要赌一赌 这次关多久 我才不赌 你被关了 我乐得清闲 没人逼我练字了 那三个字学会了吗 当然了 我不信 我给你 怎么样 不错 真不错 小意思 这 诱 世青和郡主还挺浪漫的 谁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牢狱里面打情骂俏呢 世青啊 爹 爹对你真的是太残忍了 你辛苦了 我心疼啊 心疼 没事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也不想啊 爹要出门几日 让我好好绳绳这个土匪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你自己都在牢里呢 还有心思关心别人 这走的时候嘱咐了 让你在这里好好反省 这只个不孝子 郡主 你也探得差不多了 该走了 好好反省反省吧你 还有 我学了好多字了 你给我写的那契约上 说我是大话经 我 大话经没错啊 说 来我们美府干吗呀 说 滚 为什么绑架我狗仔 这郡主整得也太一般了 先逗逗她玩一下 你要实在想知道为什么 也行 但是我只告诉她一个人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都会担心 我怎么搞的 你 stump爱的 感谢观看